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不止区区千财所能报答 我但成子心中明白 日后愿为圣女老大 安前马后再所不辞 好重 财富的重量 可恶 本来还以为 我得了那十万赏金 从此便不必再看他眼色 没想到 这么一来 他更是要要五扬威了吧 不甘心 我一定要赚更多赏金 让林凡也自财行贿 不 没有眼 原来如此 难怪丹宗这般热闹 圣女老大英明 说起来 这次我来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丹老弟 老大言中了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这是 这件法器草图 是我偶受启发所画 想借丹老弟的丹宗炼器格 帮我尝试炼制 大致就是 将爆炸之能量 压缩于弹丸内 以星火引发 再由出口瞬间释放 从而 我懂了 这个我熟 就是一个爆炸的丹炉吗 爆炸的丹炉 少女老大放心 教育我 炸弹炉这事 整个修仙剑 没人比我更有经验了 没问题吧 真的变白了 效果显著啊 你这预计单 高 确实有点东西 这是你自己做的 祖传秘方 这 这样啊 就是卖相难堪了点 这药 你准备怎么办 怎么办 名人不说暗话 你这药 卖给我吧 娜姐见外了 就咱俩这关系 你要用尽管找我拿就是了 你误会了 我是说 我要买它的销售权 娜姐你是说 由我来做独家销售商 我还正愁怎么变现呢 娜姐拥有交情 为人也靠得住 倒是很好的选择 怎么 不相信我的实力 不不不 当然不是 你放心 姐有的是路子 发送 怎么样 看到姐的路子了吧 娜姐你太厉害了 成交 少女老大放心 就交给我吧 她真的懂了吗 我自己都不太明白 紫霄 师妹 玄女 这次怎么又不交世界了 那个 我也得到了 极品练须丹 是吗 又是凌凡吗 多余 现在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我回家被修炼 绝不会输给你 笑话 你要知道 无论何时 你都不曾 也不会和我在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 想和谁竞争 是你的自由 要当我的对手 我随时欢迎你 哼 果然还是一样桀不公 不过 偶尔还是会有 上人不那么讨厌的一面呢 你的卷子圣女大人也批了 批了批了 她给我从头梳理了刑期法门 我现在亲命了不少 圣女大人与圣子竞争辛苦修炼 竟然还有空指导我等 圣女大人 我会努力修仙的 地球人实在太凶猛了 每周三周六更新 记得观看哦 竟然和我们同时更新 突然成仙了怎么办 也不能落下呀 家人们 咱们也不能输啊 记得多多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